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po公民新聞報 2023年Pepo在9月的TriPi Plus 来到了台南麻豆的总盐艺文中心 原本是日本明治治堂诸事会社的总盐工厂 现今化身为观光休闲与教育的文创基地 在这个充满艺术气息 世处淋漓的各式装置艺术的园区 Pepo再次来到台南举办TriPi活动 一早就有来自各地的公民记者前来参与 藉由导览员的带领来了解台南麻豆的总盐艺文中心 糖厂从1912年营运至1993年宣布B厂 在当地民众与在地文史工作者积极努力的诉求下 于1999年正式被认定为限定古迹 以古迹活化再生的理念将糖厂的样貌还原于空间利用 能看到许多的日式建筑完美保留了它今年累月的样态 从日制时代一直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招待所这间管事所展览的是糖压的历史 Pepo多年来之律传递在地文化及小故事 并与当地社区大学合作协办了多场的踹拍活动 使在地的公民记者逐年的增加 没有参加公民记者之前 其实我们对地方的文物还有历史都很生疏 所以因为有这个机缘来参加公民记者 让我发现说 原来这也是一个很好做地方记载报导的一个方式 麻豆总爷文艺特区定期举办各式的展览 园区内所蕴含的故事背景也值得您来探索 其结合了许多当地的工艺特色 极为适合带您的家庭 运用完整的一天来深入探索 了解流传近百年的历史痕迹 总爷义文中心在台南市文化局的推动下 去年麻豆大地艺术节结合园区来做展示 近年来更成立小事报的展示空间 带领小朋友变身为记者 透过相机和镜头报导自己家乡的大小事 来过麻豆总益给文中心的朋友 电影响会连想到古城区 以及文气息的专属 两千空二十二年 麻豆大地艺术节结合园区来做展示 当时是与主团体建筑园区的重要基点 虽然台南市文化局的推动 与团队的用心整个下 近年在园区来生理小事报的展示空间 2020年开始我们也受到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委托说 龚老师你要不要来做大地艺术记 所以2019年的第一届 我们在暗夜国小 然后开始做地方文史的这样一个采集 每一次让小朋友编成这样子的报纸 对待领小朋友优势的观点 够出感报道 是其实团体的六十对地团困境的重视 也让民众感受到团队的用心已经在念 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可能住在他的家里 可能出到外面 连自己家的文化是什么都不是教师 所以呢 让小朋友呢 当一个小小的记者 然后到社区里面 拿着摄影机相机去记录在地 探访在地 研究在地 让他们在这个之中呢 可以认识自己的家乡是什么 特别给苏团体的龚老师的 就让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看得到专门过程的辛苦 与努力 也期待后一回 大家有这个基盘进行 让各个民众来专业 退会不一样的结束分为